美国驻欧洲非洲空军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,当天的任务分成欧洲部分与北美部分,部署在西班牙的B-52H轰炸机负责执行欧洲部分的任务,他们在超过20个盟国的战机护航下进行了空中加油和整合飞行训练。 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-52H轰炸机则负责北美部分的空中示威,他们飞越了美国和加拿大上空。 美国驻欧洲非洲空军司令部司令杰夫·哈里吉安上将在声明中说,今天的任务是北约空中优势的一次令人敬畏的展示,当我们共同面对时,没有任何挑战是不可应对的。 对此,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一号作出回应称,美国战略轰炸机在欧洲上空的飞行频率是17年前的14倍,配备导弹的北约军舰还经常进入波罗的海海域。 邵伊古警告称,西方国家的行动破坏全球安全体系,迫使莫斯科采取对等回应措施。 邵伊古还表示,在今年年底前,俄罗斯将在西部军区新组建约20个部队,俄罗斯今年计划向该军区部队提供约2000件武器装备。 并据环球网原引美国媒体报道,全球最大肉食品加工商JBS在美加工厂因网络攻击,当地时间6月1号全部关停。 美国白宫仗天称,该黑客组织可能来自俄罗斯。 美国总统拜登二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,正在研究是否对俄罗斯的黑客行为进行报复。 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也声称,美国不排除做出任何选项的反应。 面对美俄僵局,两国元首今年4月已敲定6月16号举行会晤。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号表示,俄罗斯对俄美元首会晤取得突破性成果不抱有幻想。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,俄方对俄美总统会晤能否通过共同文件表示怀疑。 同一天,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也表示,俄罗斯尚未就战略安全问题同美国新一届政府展开对话,外界不应期待这次会晤彻底改变双边关系。